總統拜登週一在三藩市灣區參加一系列競選籌款活動 為2024年總統競選連任籌集資金 並宣布撥款6億以協助沿海和Grey Lates社區 應對海平面上升、洪水等氣候危機 以及保護電網免受極端天氣影響 白宮表示資金來自於降低通貨膨脹法案 和兩檔基礎設施法案 據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稱 將在本州發起首個豪資5.75億的氣候適應力區域挑戰項目 該項目自在增強沿海和Grey Lates社區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 今年一月拜登曾訪問遭冬季風暴嚴重打擊的Capitola 及其周邊的Santa Cruz員 星期六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、費城啟動總統連任競選造勢活動 並接受了工會團體的力挺 天下衛士記者在編輯部